今天是2012年4月20日 下午5時45分 今天錄的一片片 其實是特地錄給我的女兒 你說成看的 媽媽在這個時間裏面 我想由2007年開始 其實都很難和妹妹一起再見面 裡面其實發生了很多誤會 媽媽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再跟你解釋 但是我只可以告訴你 妹妹 有很多時候你的小孩真的不回答 所以我希望你大人的事 可能有時候你爸爸說的那個版本 其實和媽媽都是現實生活所發生的事 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公民論怎樣都好 你們都是小孩子 這些事發生了 就加入我們大人處 你沒有責任要承擔我們的傷痛 我想讓你和萱萱兩個知道 媽媽從來都沒有想過離開你爸爸 而且媽媽生了你之後 和生了萱萱之後 是很開心的情況下生你們 當時家裡也很幸福 你們兩個是媽媽的寶貝 可能在生產過程裡 有很多頭絕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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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都生不了 就唯有開刀 幾月幾好生的 不是幾月幾好生的 三妹妹 1998年9月20日 是 嘔吐了很久的 就搜了很久的 是 整整二十幾個小時 嗯 在半夜十二點鐘 媽媽就肚痛進進醫院了 但是一直 都 不是很順利 所以到翌日 在下午5時 醫院先跟媽媽說 妹妹又在媽媽的肚子裡發高燒 媽媽又發高燒 我們母女生命很危險 就要即時開刀 否則兩個人都會有事 當時簽了一張紙之後 就推了我們進去產房做三妹妹 一生完出來 我看見醫生開刀之後 拿了妹妹出來 我看見她很可愛 是我心裡第一個寶寶 她很漂亮 白雪雪的樣子 很健康 醫生跟我說 她說 手腳各方面的器官很齊全 媽媽就聽到這一句之後 就分離了那女孩 嗯 在朦朧之中 我自己 跟神說 我說知道 媽媽不可以失去女兒 女兒也不可以失去媽媽 於是跟神說 神賜給我們母女都平安 健康 媽媽 我們會很感謝你 我日後 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我都會帶妹妹去認識神你 求神你賜給我們平安和力量 讓我們過渡這個難關 這樣 於是媽媽就昏迷了 那到我想四個小時之後醒醒了 媽媽醒醒了之後 第一句就問 我女兒怎樣 她還有沒有發燒 那醫生就說沒有了 她安全了 你現在都安全了 媽媽真的很感謝神 當時 因為在一個這麼危急的關頭裏面 只有媽媽在手術桌上 和妹妹兩個 已經度過了人生一個很大的 生命的難關 而我們真的平安健康出來 所以媽媽很感恩你的禮物 你是媽媽的天使來的 媽媽知道照顧一個寶寶 原來是要用很大的愛心 不可以輕鬆的 如果不是生命是很脆弱的 於是媽媽就全職去親妹妹了 妹妹很乖女的 我記得最初出生的時候 媽媽堅決要餵人奶給妹妹吃 媽媽又沒有餵過 沒有經驗 最初一兩天妹妹在睡覺 當我餵奶的時候 你很有趣很有趣 完全好像 很自動懂得喝奶 我們在餵奶的過程裡 很容易就做到別人的事了 我抱著你 一直 你又在喝人奶 我覺得我們生命就連在一起了 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到後來 其實過了兩天之後 威爾斯醫院都大火的 燒到三級的 媽媽剛剛做完手術 其實都不太能走 但是旁邊的那座樓都在疏散 我立刻就去產房門口 站著 我跟自己說 我走不了也好 我在產房門口 只是唯一的舉動 就是一有什麼事 我就抱我女兒走 不停走就走 因為長火都 後來聽起來有三級大火的 後來 醫院其實很少發生火警 誰知道 你出生兩天左右 就發生了火警 當時都是媽媽一個很大的體驗來的 原來媽媽知道 有了你之後 就很有責任的了 因為媽媽照顧你 你是這麼脆弱的話 每一個不小心的動作 都會影響到你的心靈 幸好幾個小時之後 媽媽站在產房門口 在嬰兒房門口 一邊等 那些火退了 沒事了 我抱你出來之後 餵了奶 你又再睡覺 我們住了醫院 大概一個禮拜就出院了 回到家 很開心 迎接你的小心味 半夜餵奶 我記得過了兩晚之後 第三晚左右 你醒了問媽媽拿奶的時候 你眼瞪瞪地看著媽媽 已經會笑了 媽媽覺得很神奇 一個出生未過十天的寶寶 才對著我笑 我真的覺得 你很神奇 笑得很甜很美 一個寶寶 那樣 晚上有月光 照在你的樣子裡 你眼瞪瞪瞪地看著媽媽笑 有什麼眼瞪子的嗎 有沒有的寶寶的相片 有啊 就我現在在看著 媽媽經常都很渴望抱著你的 所以當你一寶寶哭的時候 媽媽經常都抱著你 你很乖 整天都笑 笑到嘀嘀声 我想我见过这么多个小朋友 你真的笑得最多和最甜 然后呢 四个月左右 妈妈就抱你讲故事 在大腿里 妈妈的生日未好 你乖 我给妈妈去大腿里 一路跟你讲故事书 那你就在很乖地听 四个月都要讲故事 是啊,很明白的 到你九个月左右 九个月大左右 你都未懂得说话 我有一天 你起床 在床子里抱起你 抱过来妈妈的床上讲故事给你听 你竟然 拿件衣服给妈妈穿 爬去拿件衣服给妈妈穿之后 我刚才递本故事书来给妈妈说给你听 不厉害的 是啊,你当时什么都未懂得说 已经 这么不醒 这么爱妈妈了 到你一岁左右 你已经自己会说好事给别人听 虽然你不是有很多发音 但是你那些音调已经是很好听 虽然现在都整十四年的时间了 但是那些快乐的日子呢 在妈妈的路里面呢 就好像昨天一样 你最开心 最记得到的是你和女女哪一件事呢 和妹妹去游泳 其实有很多件事的 不是其中一件的 而是我看着她怎样去体验自己的身体 和她游泳的时候 八九个月大而已 我们去黄金海岸 那次又不是第一次下水的 而是那一次是在黄金海岸的酒店里面 妹妹很喜欢那个酒店 那我们去游泳池那里游呢 哇,你不停泊水 不停泊水 完全都不怕水的 不停泊水的 不停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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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了整个小时 一点都不累 平时你都喜欢玩水的 但是你带入到黄金海岸的时候 你真的像个上了金高力电芯的公仔 不停泊水 不停泊水 好有趣 另外呢 又有一次 你学行路很久了 那时候妈妈也带着肚子 抬着弟弟的 那你一岁 应该一岁到啦 刚刚会走路了 那妈妈就拿一个背带 手拉着背带 怕你跌倒嘛 那你走到草野里 不停走不停走 走了半天啊 没有停过 不用泊水 然后呢 走完那半天之后呢 你走到脚都远了 我去不回家了 很有趣 很可爱 嗯 到第一次看到你自己 拿着一个 生果自己吃的时候呢 吃西瓜 哇 让你自己拿着西瓜 吃你大口大口咬 吃到那种红红的样 好满足地自己吃西瓜 每一样东西 其实妈妈都不会忘记 我很想在你长大的时候 亲自跟你说的 但是妈妈不知道 再有没有这些日子了 因为在今年 年初的时候呢 妈妈就发现自己 有个重病 在个胆盘上 生了一个肿瘤 就已经包住了 心脏的血管 已经是末期的 胆盘癌了 那在医院里面已经 他说太后期了 在伊利沙伯医院看完之后 就说不可以做手术 化疗 任何西医所做的东西 都 妈妈也不适合做 因为太后期了 那由一月份的时候 跟妈妈说 妈妈只有三至六个月的命 那由一月份发生到现在 其实是四月 今天是四月二十日 那 可以说每一天 妈妈都知道 每天都有病之后 希望妈妈每天更加的心 好想见到你们 好想和你们亲近 好挂着你们 以前妈妈的心里面知道 不想干扰你们生活 有很多 有很多误会 未能够有时间解释 妈妈都想着耐心等候 希望你们长大一点的时候 有机会和你们解释 希望你们明白 但是到现在呢 发觉时间也都 未必可以等得到 那一日子的倒林 所以录定我带给你们看 你了 我从来都没有遗弃你们 从来都是守在你们身边 这十年里面 只是用另一个方法去爱着你们 但是 妈妈的十年里面 生活也都觉得不是容易 但是 在这十年里面 妈妈要自己 要开拓一些新的 生活 要重新学习 也都由于 离婚过阶段 身体真的 质素太差了 身体的健康一直都 不太好 所以 健康不好的时候 很多事情做起来都很困难 很强力 但是妈妈都没有放弃到 一样照去读书 读了很多心理学 或者关于情绪 或者是做了很多 十几年都做了很多义工 去 希望个人成长 希望有只日见到你和 轻轻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和你分享 生命的精彩 也都给你们感觉到 希望妈妈没有因为离婚 而放弃生命 妈妈没有积极 很有热诚 去面对生命 去学习 去成长 我希望你们知道 一样东西 妈妈的期望 亦都是期望你们的人生 都是这样 无论遇到什么 挫折困难都好 其实生命都有很多精彩的 另外一面 只是你给不给机会 自己去尝试 去开拓 伤痛的情绪 经过时间 真是一个很好的处理 但是亦都会过渡的 但是亦都会过渡的 那剩下的 就是我们自己 很有能力 去创造自己的生命 最重要我们 懂得爱自己 也都要爱人自己 如果能够在神的福音底下生活 我们走的路也都比较 没有那么容易偏离 心灵也都有寄托 但是我不会在宗教里面 要你们去相信些什么 只是妈妈在这里 得到神很大的帮助 那妈妈在这儿 撇一些相簿的时候 这一本相簿 其实呢 就是妹妹 BB的照片来的 Isa 麻烦你 继靠一点 让我看看 让女儿看看 小时候 妹妹很可爱 我们最开心 就是去九年仔公园 喂白鴿 你看妹妹 多活跃 很小 小时候已经很独立了 你看 你最喜欢的风 吹到你的面子里 接着呢 你追着八甲 这个就是你第一个 自己吃布林的样子 吃得多甜 这个就是妈妈刚才跟你说的 小时候 你一岁都没有的时候 你刚刚学会走路 那我们去到澳门 在酒店里住的时候 你就是要自己下地走 不断下地走 走到小腿累了都不知道 累得站不稳的时候 才要抱 真的很棒 你看看你 还喂鱼鱼给鱼鱼吃 吃 吃完 你看看 这一个 上片拍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妈妈 妈妈好像肥肥的 其实呢 你已经在妈妈肚里了 所以这张照片是我们一家四口去旅行的 你也在 你看妹妹 自己已经懂得滑滑梯 自己懂得玩 希希很胖的 在媽媽的肚子裡幾個月就已經很健碩了 媽媽也摸到她了 這就是草地了 就是妹妹這樣不停走 其實我們 你看妹妹 這麼小就懂自己餵自己吃飯了 你吃到累就睡在中下睡 這些照片 當有些日子 你和軒軒的照片拿回的時候 你們是可以來拿的 你們可以找婆婆 婆婆可以拿回給你們 但是媽媽很希望你們珍惜些照片 因為真的很寶貴 我們小時候養了兩隻狗 寶寶和小狗 寶寶也養了十四年 小狗也養了十二年 妹妹最喜歡和她們玩 你看妹妹那時候多可愛 很活潑 這個時候是我們家最幸福的時候 因為有你這個小天使在這裡 妹妹多少歲生日 一歲生日的生日蛋糕 妹妹最喜歡 是去 以前小時候 最喜歡去新城市廣場 是在Srupyland裡玩的 媽媽盡可能抱你去玩的 媽媽盡可能抱你去玩的 這是妹姨 我們去探望妹姨 在妹姨樓下拍的 睡和院樓下拍的 你看 其實小時候 爸爸一有時間 下班就和我們出去玩的 妹妹很喜歡讀書 小時候 就有自己的書櫃 自己的書桌 自己讀書在這裡畫畫的 很少發脾氣 很少發脾氣 妹妹一有時間 就自己拿書來看 第二樣東西 最喜歡當然是笑 你看自己有吃粟米 妹妹很喜歡吃粟米 那時候 這個就是妹妹小 小時候 你看 寶寶出生了 軒軒 軒軒出生的時候 我們第二個小天使來了 這個就是軒軒的寶寶床 這個就是軒軒的寶寶床 你看妹妹多開心 迎接你的弟弟 那時候你是大力妹 知道弟弟的寶寶床在房間 見弟弟睡了 你竟然大力到可以推 寶寶床出廳 讓弟弟睡覺 你真的很疼愛弟弟 你真的很疼愛弟弟 這張照片 爸爸幫你剪頭髮 你就睡著了 很開心 很開心 這張照片 我們在彭福公園拍攝 這張 妹妹小時候還很喜歡唱歌 所以經常都唱歌 唱卡拉OK的 你看弟弟又喜歡聽你唱歌 媽媽抱著你們 就去公園了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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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最開心的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是我們最開心的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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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你看看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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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Kitty姐姐 就是妹妹小時候 最喜歡抱著她睡覺的 Kitty姐姐 剛剛你出生的時候 美衣送給你的 你那時候 好像比Kitty姐姐還小 但是現在 你看Kitty姐姐 媽媽還保存著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妹妹小時候 兩歲左右 看看 兩歲的時候 生日 媽媽曾經去 樂樂家姐 看到樂樂家姐 拍照照片 很漂亮 媽媽也答應 妹妹和妹妹去拍 於是 我們小妹妹 兩歲生日之後 就和妹妹去拍照照片 你看看 兩歲的妹妹 嘩 最是中國的旗袍 多甜 好甜 是不是 嗯 那時候妹妹 好有 你看妹妹 好可愛 小花女 我們拍些輯照 嘩 開心得媽媽不得了 我看見女兒 這張照片 就是我最滿足的了 你看看你的寶寶照片 兩歲的妹妹 這張照片是媽媽最喜歡的 因為妹妹這樣疼媽媽 但媽媽很開心 嗯 這個是 其實妹妹大了之後呢 到幼稚園呢 都很乖 有一段時間 爸爸離開了我們 我們 我們 我和希音 妹妹 去了 屯門碼頭 那 我們去 在屯門碼頭 那裡 妹妹就讀K2 在奧斯卡幼稚園那裡 那妹妹呢 都 很聰明的 在那裡 參加 牛津英斯 幼稚園的 校製浪竹比賽呢 K2 你就拿到第一名了 嗯 當時校長說 嘩 第一名 嘩 是啊 為什麼 她這麼聰明的 媽媽問校長 那妹妹就答 Pattie Salotta 經常練習 真的呀 妹妹經常練習 因為裡面 其實有很多外國的小朋友 他們說英文都很聰明 但是因為比賽時間長 有些小朋友 可能要睡覺 有些沒有記性 有些到時在現場哭 有些累得都忘記了台詞 但是妹妹全部都做得到 才拿到這個獎案 那妹妹 讀書 那些成績表呀 媽媽一直都保存著的 小時候呢 天天和妹妹都很喜歡畫畫上媽媽的 你看妹妹就需要一些成績表 媽媽都保存到現在的十幾年後 媽媽每次看回 我都會覺得很欣慰的 我女兒很小時候 就懂得透過自己的努力 去練習自己 去成一個好孩子 好學生 媽媽一路都保存著 媽媽能夠保存的資料 就一路保存著 你看看你整天都畫畫送給媽媽的 你看看你整天都畫畫送給媽媽的 你很愛媽媽的 一有空呢 就去畫圖畫 做卡片 做卡片給媽媽 好像爹爹畫那樣 你幼稚園畫給媽媽的 這個 這個就是妹妹 坐船 在很漂亮的天空下面 出海 媽媽全部都保存著 如果有日子 你回來媽媽這裏 你看看這本 這裏妹妹做愛心卡給媽媽 這裏寫Love Bonnie 這裏我們母女 住在一間屋裡 有很漂亮的陽光 這裏是妹妹做的Love卡 給媽媽 這裏是妹妹做的書 給媽媽的 送給 有Funny Book 是妹妹親手做的 你看看 妹妹和狗狗去游泳 我們這間屋 你看小時候是你自己想的 挺有創意 有長頸鹿 你就做個Funny Book 告訴媽媽 你生活很開心 送給媽媽 媽媽一路都保留了 你看看這張 這張就是三個 嬉嬉妹妹和媽媽的 我們一起是很開心 還有你參賽的歌 這裏整本寶 這裏有妹妹信給媽媽的信封 全部都在 希望媽媽 身體能夠康復 能夠親手給到你 但如果媽媽身體不能夠康復 不久於人世 媽媽都希望 可以在遙遠的地方 祝福你 和希希 媽媽從來都不會離開你們 我一路都會 將我的日光和愛 在遙遠的地方 送給你們 只要你望上去天空那裏 你望的月亮 你就會見到媽媽的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小時候媽媽抱著你 愛你睡覺的時候 媽媽其實每晚都唱歌給你聽的 那其實那首歌就叫做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為我愛你又多聲 為你有自分 媽媽現在身體 不要不敢唱歌了 但妹妹很喜歡小時候聽的 媽媽唱幾分鐘呢 抱著你捱你睡呢 你就睡得很甜的了 每晚媽媽就捱你睡覺 你一覺就睡到天亮了 所以媽媽很感謝 很感謝有你的這麼乖 這麼可愛的女兒 也很感謝你和希希 這麼相親相愛 我很希望你們生活得幸運福福 學會自己愛自己 自己照顧自己 如果你的人生有困難的時候 你在心裡跟媽媽說 媽媽聽到的 媽媽一定會在遙遠的地方 祝福你們 支持你們 好 現在媽媽 下頭戲不太順 希望媽媽能夠身體再好一點 再錄第二個片段給你們 是 最後一句 和你的女兒說 最後一句 說完她 或者是 和一個 她說話 到她成長的時候 你希望 你有什麼 和一個 你成長的女兒說 成長的女兒 和她說 我覺得 在媽媽的 生命裡 其實很豐盛 但是 在人生上 我覺得要不停地學習 而婚姻出現問題的時候 媽媽在檢討的時候 就是 大家願不願意 為對方想多一步 願不願意為對方去成長 包容多一點 或者學習一些 比較有效良好的溝通 我覺得對生命上面很重要 因為這些才是 學會溝通 包容 理解對方 感恩 這些真是一個 愛的行為 媽媽希望 女女心中 充滿一個愛 對萬事萬物 都有一個 感恩包容 的心 這個你一生 都會生活得很開心 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跟自己說 你心中充滿愛 愛能夠幫你過渡一切的困難 如果跟人發生爭執的時候 你就跟自己說 你可以學習得更好的溝通方法 現在可能 關係不是那麼好 但是 只是一個修正的機會 你去努力學習 一些更良好的方法 修正了之後 你能夠越多人相處得到 你就會感受到這個世界 其實是很多 很多很多 很美麗的天使 他們每天都跟你身邊 珍惜眼前人 珍惜眼前人 珍惜每個當下 生活其實是 可以覺得很快樂 很踏實 每一樣都要學會珍惜感恩 和心裏充滿愛 這個是可以走入人生的坦途道 那我希望 這個是留下外見證 你都是跟妹妹分享的說話來的 好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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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